欢迎收看订阅朋友们 大家好 每次进步一点点 这次我们来介绍收入总额最后一部分内容是相关收入实现的确认 主要是两大块 一个是销售商品的收入确认问题 另外一个是提供劳务的收入确认问题 我们并分两路来说一下 首先说销售商品的收入确认 这里边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原则 你这个企业销售商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应当确认为收入的实现 那么这块大家注意啊 我们在考试中一般不会用这样的原则去判断它 到底属不属于收入 我们考试更多的还是一些关于销售商品圈的一些具体规定 但是呢我们也要能够对这四条有一个简单的理解 这个跟原来那个老的收入准则 企业收入准则里边那个五条呢还有所不同 原来呢企业里边判断收入是五条 那么第五条是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那么在我们的所得税的收入判定条件里就是四条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品销售合同已经签订 那么企业把这个商品所有权相关的风险报酬转移给了购买方 我们简单记一下就是风险报酬已经转移 那么第二个呢企业对已经售出的商品 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关联的这种继续管理权 也没有实施有效的控制 就是无继续管理权和有效的控制是第二条 第三条呢这个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 以发生和将发生的销售方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这两条一块计就是收入和成本的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 大致的顺一顺就可以了 那么有同学可能说老师什么叫做 与所有权相关联的继续管理权 那最典型的比如开发商卖完咱们房子 是吧他从咱身上挣钱了 他想挣物业费 所以很多开发商他还有一个物业公司 那么这时候这个房子对开发商来说已经实现销售了 是吧 那么因为物业公司的这种管理权就跟所有权是没有关系 那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 像这个物业管理权就属于跟所有权没有关系 这种继续管理权 那他就对开发商来说就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了 你的收入成本都能够可靠计量 风险报酬已经转移就可以了 大致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重点还是要把握销售商品确认的具体规定 那么这种具体规定的主要两大部分 一部分的是收入时间的确认 一部分的是收入金额的确认 这两部分我们都要重点把握 从销售商品收入时间确认来说 考试中考选择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那么对金额的确认 他可能考选择题 也可以跟我们大组综合题结合起来进行考核 我们并分两路来说一下 首先说收入时间的确认 它跟你销售商品的方式有关 如果我们卖货的时候采取是脱收成付的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啊那就是把货卖给你双方认可啊 这种什么找别人去要钱的方式脱收啊 你承认付款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办妥脱收手续时 那么我们在增值税里实际上也说过类似的 对吧 那么委托收款或者脱收成付 它是发出商品并办妥脱收手续时 所以两个税种的这个表述上还略有差异 但是我们当时在增值税里也说过了 那么一般来说委托收款也好 还是脱收成付也好 那么双方认可这种方式 找第三方要钱 我不可能什么凭据都不给他 那就让他帮我去跟你要钱 那肯定是要什么 发货凭证啊 双方认可的这种结算方式啊等等 是吧 所以呢 在增值税里会强调这个发出货物 那么我们这个所得税里 那么是办妥脱收手续 并不矛盾 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办妥脱收手续 也基本上是要以发货为前提的 所以呢 这种脱收成付的话 那既然是选择体 很简单的一个对应关系 拖对拖 那就是脱收成付方式 它的收入确认时间 就是办妥脱收手续时 叫拖对拖 然后这个顺口流 第二个叫预收对发出 如果我销售商品 采取预收款方式销售了 那这个时候 不是说到预收款时 确认收入的实现 而是发出商品时 拖对拖 预收对发出 那么如果说 我卖你的这个商品 那么还需要安装和检验 如果说安装不上 或者检验不合格的 那个东西要退给我 那么对这种需要安装和检验的商品的销售 那必须是安装检验完毕时 你接受了这个商品 同时安装检验完毕时 确认收入的实现 因为我刚才说 如果安装不成 检验不合格要退给我的 所以不可能说 只要你收到货了 或者我一发货 就确认收入 很显然是不适合的 所以安装对什么 对完毕 就是需要安装检验的 那就是接受商品 及安装检验完毕时 但有些商品 他确实需要安装 但是安装程序非常简单 从来没有安不上的 那这种情况下 发出商品就可以确认收入实现了 他已经可以确定了 那就确认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 这个我们在增值税里 也讲过代销的含义 是不是 那么在所得税里 他的收入确认时间 就是收到代销清单时 他比增值税的说法要简单 我们增值税是什么 是货款清单180天 数短的原则 但在所得税里 就是收到代销清单时 所以对我们的销售商品 收入时间确认来说 就是一个顺口溜 叫拖对拖 预收对发出 安装对完毕 简单对发出 那么什么代销对清单 就完了 你给我记住这样的点就可以了 听见了吧 多嘟囔一下 这个顺口溜 就OK了 不用太往里边深抠 因为它非常之简单 理解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 关于收入金额的确认问题 首先说第一个 售后回购 望闻生意 售后回购 卖给你了 然后我再买回来 对吧 这就要销售以后 我再买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 它分两种情况 如果审题以后发现 它说了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那就一句话 售是售 够是够 我卖给你 叫售后 那么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所以按销售商品确认收入 那么售价作为收入额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是回购的那个环节的话 那就是作为我的购进商品处理 所以售后回购 如果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那就是售是售 够是够 就是这句话 对不对 那如果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话 用杨老师托的话 叫等同于抵押借款 什么意思 我卖给你 但是题目中明确说了 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那就不能确认收入 但你得给我钱呢 你给我一百万 那么我收的这个款项 就是我的借款负债 那我过一段时间 要买回来回购 我再给你一百万 你干吗 我倒干 你不干了 借你一百万块钱 对吧 那没有利息啊 所以回购价 那他要大于元售价 我给你一百零八万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一百零八万和一百万之间的差额 也就是说回购价和元售价之间的差额 就是资金使用的成本 也就是什么 我应当确认的利息费 所以售后回购 如果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很简单 那就等同于抵押借款 收到的款项 确认我的负债 那么回购价大于元售价的差额 确认我的资金使用的成本 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售后回购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售是售 够是够 如果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话 等同于抵押借款 考场上你不能跟我说 这个事啊 如果他这个计算问答题 你告诉我 等同抵押借款 我判卷行了 我一看亲学生 我都给你满分的 你得给他翻译出来 我们说的是一个记忆思路 理解就可以了 对吧 好了 这是我们说的售后回购 然后说说 折子倍的那种 那么是不是我们在前面 讲增值税里 也提到过 折子倍的内容啊 那么当时我们引出了叫做 销售折扣 折扣销售 销售折让 是不是在增值税里 是这么说的 那么在企业所的税里 他的说法更接近会计 他叫商业折扣 现金折扣和销售折让 好 我们分别来说一下 什么叫商业折扣呢 就我买东西 到你那买的比较多了 你给我打的一个折 那他等同于我们增值税里的什么 注意 杨老师说那翻牌那个 是销售折扣 还是折扣销售 等同于折扣销售 你给我打折再卖给我 你不打折 我不买 对吧 等同于增值税里的 折扣销售 那么对企业所的税来说 他的这种商业折扣的处理非常简单 就一个字折后的 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 对吧 那么我们增值税里 他叫看票 同票是余额 不同票是全额 对吧 增值税里的说法更细致一些 对吧 那么我们商业折扣 你就记一个是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 那么对应着还有现金折扣 什么是现金折扣 奢销商品给你 为了鼓励你及早付款 给你的一种信用销售政策 30天内付款100万只够95万就可以了 那么在增值税里 这叫什么 叫做销售折扣 卖给你了以后 为了鼓励及早付款给你的折扣 所以叫销售在先折扣在后 销售折扣 对吧 那么我们在增值税里 对这种销售折扣的话 就是按什么扣除折扣钱的 等你真真正正发生了这种折扣的话 那么在增值税里 实际上是作为你的什么 一个费用 是吧 就作为你的费用处理 那么我们的企业所的税里 它的处理原则也很简单 那就是折扣钱的 实际上是全额 这点跟增值税也很相似 是吧 那么扣除现金折扣钱的金额 确认销售商品的收入金额 现金折扣在实际发生的时候 作为财务费用扣除 那也就是说 在流转税 在所得税 那么你注意 在确认收入的这块的时候 或者在增值税里 叫这个销售额的时候 都是不能扣除这个现金折扣额的 对吧 好了 这叫现金折扣 而我们说的折让 就是这个东西 它真真正正不值这么多钱 我当时举例子 在增值税里说了 我把东西发给你的话 你到那发现有瑕疵 你要退货 我说别退了 我给你一个折吧 那么这种折 它不是商业折扣的折扣 也不是现金折扣的折扣 而是一种折让 那么这个处理很简单 就是发生当期充减 商品的收入就可以了 那么你直接做收入的减少就可以了 这三个要重点掌握一下 别跟这个增值税搞懵了 对吧 然后以旧换新呢 那它就是销售商品按收入确认条件 确认收入 回收商品作为购进商品处理 那么以旧换新呢 这个很简单 就是旧是旧新是新 你销售商品按收入确认条件 确认收入 你回收商品就作为购进商品处理就可以了 这个的说法比增值税还要简单一些 增值税还要看旧货的脸色 对吧 好 这个我们一大而过了 不难 那么说说这个买一赠一 买一赠一什么 商场正常情况下 一万块钱 一台冰箱 对吧 那么吸尘器是多少呢 吸尘器是两千块钱 对吧 那我要想拿这个冰箱和吸尘器走的话 我得花一万二 但现在商场搞活动 买冰箱送吸尘器 这就叫买一赠一 那么首先我们要定性 这个买一赠一 它不属于捐赠 啊 不是说我这个东西 赠送给你了 对吧 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这是买一赠一 对吧 它不属于赠送 那这个时候 如果题目中 让你分摊确认 各项收入的 这种题目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分摊呢 就按总的销售金额 按各项商品的 工人价值比例来分摊就可以了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那我说了 现在搞活动 你的总的收入就是一万块 对吧 就是一万块 那么冰箱 所对应的收入是多少呢 那就是工人价值 一万二分之一万 那么吸尘器 它所应该分摊的收入多少呢 是一万二千分之两千 来这就出来了 那就是讲总的销售金额一万 按各项商品的注意 不是成本 是工人价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 各项收入 这个就出来 所以这块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叫满一赠一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提示一下 就是企业取得财产 转让收入 包括各类资产 股权债权等等 还有债务重组收入 接受捐赠收入 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等等 你不论是以货币形式 还是非货币形式体现的 除另有规定外 都应该一次性记录 确认收入的年度 计算缴纳 企业所作用 包括这个 财产转让收入 债务重组收入 接受捐赠收入 和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 都要一次性记录 收入年度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块呢 关于销售商品的内容 我们就讲解那么多 能够满足考试需要 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道题 说下列关于销售户收入 确认时间的说法 错误的是 销售商品采取脱收成功方式 是半妥脱收手续时确认 脱对脱 这是正确的 不选 B 销售商品采取预收款方式的 是收到预收货款时 确认收入 脱对脱 预收对发出 而不应该是收到预收款 这就错了 错了就选B 销售商品需要简单安装和 检验的 可以发出商品时确认 安装对完毕 简单对发出 既然它是 需要简单的安装和检验 那你发出商品时就可以确认 这是正确的 不选 B 销售商品采取支付手续费方式 委托代销的 是收到代销清单时确认 代销对清单 这不是我说那个顺口留在那里边的吗 拖对拖 预收对发出 安装对完毕 简单对发出 那么代销对清单 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就选B就可以 这种文字性的选择题 要求大家注意 好 这是我们说的关于这个销售商品 它的收入时间和金额的确认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看 这讲的第二部分内容 是关于提供劳务的收入确认的问题 那么你这个企业在各个纳税期末 提供劳务 如果你的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 那就按完工进度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的收入 那么怎么叫做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呢 就是你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第一个的话 你的那个收入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 那么当然你要算这个所得的话 你对应的交易中 已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成本 也能够可靠的核算 这个配比原则收入和成本 对吧 另外一个 那么你采用的完工进度百分比法 那就要求你的这个交易的完工进度 到底完成了百分之多少 也能够可靠的确定 那么满足这三个条件下 他就叫做他的提供劳务的交易结果 能够可靠的估计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完工百分比法 确认提供劳务的收入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这个工程呢 是100个亿 100个亿的一个工程 那总的这个合同或协议价款100亿 那我分多少呢 分一年 两年 三年 去完工 一二三 三期 那么第一期完工了30% 第二期完工了70% 第三期完工了100%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用到这个 完工进度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那怎么确认呢 那你第一期就按合同和协议的价款乘以完工进度 那么100亿乘以30%多少呢 就是30个亿是你第一期的收入 那到了第二期的话 用这个合同和协议价款100亿乘以完工进度 那就70%了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你不能确认70万 为什么 你还要减去以前年度累计已经确认的劳务收入 30 30个亿 所以这时候你要确认到40个亿 那么到了第三期那就是100个亿乘以完工进度百分之百 那要减去什么 前两期已经确认了30个亿和40个亿 那么最后你第三期确认30个亿的收入就可以了 这就是当期劳务收入 他确认的这种完工进度的方法 那么同样道理 这个劳务成本也是与之类似 只不过就不能以100亿作为 我们说完工进度的这个分配标准了 那应该什么 按照这个劳务估计的总成本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我们一点透 你能够理解会用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说老师你张嘴就说这是30 这70这100 那咋来的呀 这就涉及这个完工进度确定的方法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按已经完成的工作量进行测量 也可以按照已经提供劳务占劳务总量的比例去测量 也可以按发生成本 在总成本的比例进行测量 那么就是工作量 劳务量 成本量 这三个量 那么都是确定完工进度的这种方法 好了 这是我们说的关于第一部分内容 我们要求大家理解什么叫做完工进度百分比法 那么第二块呢 我们还是重点要说一下关于提供劳务的一些具体规定 这些具体规定从我们考试角度来说 更多的还就是在选择题中出现 那么首先我们说 如果我对外提供的是安装劳务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按照安装完工进度来确认 它也是按完工进度确认 那么有时候呢 这个安装呢 是一个什么 是销售商品附带条件的 就跟我们前面呼应上了 我卖你商品的同时 我帮你提供安装 那么这个时候就属于商品销售附带条件 那么这个情况下 就是确认商品销售实现时 确认就可以了 那你既然是附带条件 你就跟着商品走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安装费 那么第二个呢 叫宣传媒介的收费 最典型的比如广告 对吧 那么它的收入确认时间是 这个相关的广告和商业行为出现于公众面前是确认 广告广而告知 那么出现在公众面前了 那实际上我为你提供的这个啊 劳务已经完成了 那我就要确认我的收入 如果说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话 那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不确认收入 对不对 那么有些广告制作费的话 它的制作周期也比较长 那么也要根据完工进度来确认 劳务收入 所以讲到这儿 大家发现 安装费 它可以按照完工进度确认 那么宣传媒介费中的广告制作费 它也可以按照完工进度确认 那么软件费中 为特定客户开发软件 那么可能开发周期也比较长 是定制的 那么这个时候 也可以按完工进度确认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三个勾勾呢 因为我们有一道题 就是下列提供劳务收入 可以按完工进度确认收入的事 那么这三个就是选择题 备选项中的标准答案 要求大家知道 这叫总结性选择题 好 这是我们说的 关于按完工进度确认收入的 考试的三个备选项 要求大家知道是什么情形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服务费 那就含在商品售价内 可区分的服务费 我卖商品给你 然后我还帮你提供服务 但是呢 这个服务是单独列明的 那这时候 可能商品是一次卖给你了 对吧 发货了 确认收入了 但是这个时候 可能服务是三年五年的 我每年收你五百万 那么这时候 在提供服务期间 是要怎么的 是要分期确认 前提条件一定是 它跟商品是可区分的 如果它构成了商品的一部分的话 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它实际上相当于免费 为你提供服务费 这个商品一共是两个亿 然后我帮你服务三年 那是没有收费的 注意这是可区分的服务费 是分析的 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种艺术表演 招待宴会和其他特殊活动的收费 那就是在相关活动发生时 确认就可以了 吃了喝了看了 那这时候相关活动就发生了 那么作为取得收这一方 就要算所得税 作为收入总额反应 对吧 那也有可能呢 这是一个打包的活动 也就是我的收费呢 涉及几项活动 那么你收到的这个预收的款项 应该合理的分配给 每项活动 要是什么 分别确认 因为有的可能是先完成的 那有的可能都过一段时间再完成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连续的这么一个打包的 这个事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啊 在相关活动发生时 完成一个确认一个 要分别确认 像这种艺术表演啊 招待业会都属于这种情况 好 那接下来说说会员费 会员费呢 要分情况 比如说 我是一个提供会集服务的这样的企业 我收你五百万 只有会集 说白了 就是你进着这个门收五百万 那你就成为会员了 以后你进去再在我这个会所里啊 吃喝拉撒的 对吧 那要单收费 那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 你取得会员了 那我就实现收入了 这叫只有会集 其他服务和商品另收取的 那么我取得这个会员费时 就确认我的收入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情况不一样啊 你给我三十万 你作为会员了 那么在一段时间内 我要管你一些吃喝等等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会集费 不仅仅管进门这个事 还管进门以后一段时间的事 所以我收到以后 不能全部马上作为我的收入 对吧 因为我还要后边一系列的事呢 所以第二种情况 入会以后 不再付费 或者低于非会员的价格销售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的这种会员费 应当在整个收益期内是分期确认 给我三十万管三年 这三年你来啊 都不花钱了 那这时候我每年确认十万 还注意这个区别啊 只管进门点售 你只要当了会员了 我就要确认收入 那么如果说是管进门以后的事 要分期确认收入 这叫会员费 分两种形形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特许权费 注意这个可不是特许权使用费 特许权使用费 它是我们在一般收入酒项中提到的 软生三兄弟的一个 分别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 特许权使用费 它是把企业的无形资产等等专利 比如让渡给别人用 所收取的使用费 叫特许权使用费 但是特许权费 它实际上是个大包的费用 比如我收你五百万 其中三百万 我会给你提供我的这种设备 号称我专门研发的设备 和其他有形资产 那么剩下的两百万呢 我会给你提供一系列的 比如人员培训产品推广 等等一系列的后续服务 那这叫特许权费 那么它要分两种形形处理 对提供设备和其他有形资产 特许权费 我把它叫硬件 那么在交付资产 或转移所有权势确认 我把这个设备给你了 这三百万就实现我的收入了 对吧 这是硬件 然后剩下的两百万呢 我会提供初始及后续服务 那么就在提供服务时 确认就可以了 可能这三百万我根据合同协议 我要管你三年 帮你进行宣传 推广人员培训等等 是吧 你加盟了 那这个时候 就是在提供服务时确认就可以了 那么我把它叫软件 所以特许权费 要注意跟特许权使用费的区别 特许权费分为硬件和软件 硬件是什么 转移所有权时确认 软件是什么 是提供服务时确认 注意会员费和特许权费是分情况来做收入的确认 最后一个劳务费 简单了解一下 长期为客户提供重复的 劳务收取的劳务费 在相关劳务活动发生时确认 好就可以了 那么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劳务的一些确认的具体规定 好了 销售商品收完了 提供劳务收完了 做到底感受一下 依据企业所得税相关规定 下列表述正确的有 商品折扣 一律按折扣前的金额确认 商品销售收入 错了吧 应该是折后了 这是错的 现金折扣应当按折扣后的金额确认 商品销售 错了吧 应该折钱的是吧 就全额 实际发生的现金折扣的金额 走财务费用 所以A和B不对 C说的是提供初始级后续服务的特许权费 特许权费 老杨讲课说的是硬件和软件 他叫提供初始级后续服务是软件 那该是什么 服务发生时确认 他说对了 要选 D属于提供设备和其他有形资产特许权费 特许权费 这是设备和其他有形资产 这是老杨说的硬件 硬件是什么 资产所有权转移时确认 就是在交付资产或转移资产所有权确认 这也是正确的 所以答案 C和D是正确的 考的是特许权费的收入确认问题 好 再来做一道题 下列关于收入确认时间的说法 正确的有 这个呢 结合了我们这三讲涉及的内容 第一个说特许权使用费的收入 以实际取得收入日期确认收的实现 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是软僧三兄弟 他应当按照什么某某人应付某某的日期 所以他不是实际取得收入的日期 而应当是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日期 B说的是利息收入以合同运营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 确认收入的实现 这是正确的 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 都是这种描述 某某人应付某某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对B对A不对 看C 接受捐赠收入应按照实际收到捐赠资产的日期 确认收入实现 实捐是确认 这也是正确的 那这三个呢 它是我们收入总额第一奖中内 一般收入九项中的三项的考核 那么这个说的是 作为商品销售附带条件的安装费 他跟着商品走 那么他的收入在确认商品销售收入时确认 这是我们这堂课讲的 他也是正确的 最正确的答案是BCD 你看就考这种文字型的选择题 你要非常熟练的把握 好了 那么随着这一讲的结束 我们整个的收入总额三讲内容也就结束了 那么对这讲来说 实际上他的计计量还是比较大的 有些容易混淆 尤其是容易跟我们的增值税混淆 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 是链接了增值税的相关内容 就要对比记忆 同时呢 我们又给大家进行了表格的总结 像销售商品从两个维度 一个是时间的确认问题 一个是金额的确认问题 那像提供劳务的话呢 我们给大家进行了各种情形的表格总结 同时呢 我们提示了 那么哪三种情形 它是可以按照完工进度确认 另外一个像护员费 要看只管入门的 还是入门以后也管的 那么像我们说的特许权费 要注意是硬件和软件 那么对这些总结的记忆的点 大家要不断的去重复 有多难 没有多难 我们考试到没有太难的延伸点 那么关键是要注意什么 注意记忆 好了 整个的收入总额 讲完了 也就是那个 直接法下的公式的第一项 收入总额 减不正式收入 减免税收入 各项够亏损利不得 第一项讲完了 那么大家呢 要做一个阶段性的小节 把我们每一讲提示的重点 怎么的 再次强化一下 达到什么程度 自己给自己讲一讲 不要再重复听一遍了 没有意义 把讲义打印出来 自己给自己讲一讲 然后把那个关键词给提炼出来 强化记忆 那么接下来就课下要适当练习 我们下次课再见